千万别把强力胶和这玩意放在一起 别问我咋知道的 前段时间放假了 这旺盛的二哥像举了一群脱僵的小毛驴 怎么好玩怎么爽 怎么疯狂怎么玩 疯到根本停不下来 导致二哥一连磨破了好几双鞋子 那天二哥拿着破洞的鞋子来到二叔面前 对二叔说想要换双新鞋 二叔当然不乐意了 说别人家娃的鞋子都能穿到八十岁 你的穿几天就得换 你的脚赏牙了吗 但二叔转念一想 要是不应付一下 谁知道二哥又生出什么坏点子来 于是就暂且答应 再给二哥买一双新的 二哥高兴的合不轮嘴 心里美滋滋的哼着小曲就去睡觉了 等到了第二天 二哥也没出门 闭门心思再等二叔给他买来新鞋 可是二叔回来后并没有买鞋 而是拿了一个没自于开赛路的小瓶子 二叔说 这是墙里浇水 不要土一点 在鞋底上沾上去 就可以再穿三个月 二哥当时就毛了 立马躺地上杂坡杂滚 这时电话铃响了 电话那头说村里的二大宴过九十大寿 请二叔他们去吃席 听到吃席 二哥把买鞋子的事也抛到了九霄云外 心想着又能吃一顿好的 立马爬起来想往外走 又意识到鞋子还没有修好 二叔挂了电话笑道 我先去给你站个位子 你自己慢慢修啊 说完就溜走了 等二哥把鞋修好 赞到二大夜家的时候 院子里人都走光了 落泽醉酒 躺在地上的二叔 其他啥也没剩下 重点是二哥还得把这老小子给路回家 到家后已经是大半夜了 二哥困得眼睛都睁不开 刚躺下就睡着了 后半夜 二叔一声喊叫把二哥惊醒 二哥怀着忐忑的心情出去查看情况 只见二叔蹲在茅客里 老脸憋得通红 汗水大滴大滴的流 二叔看见二哥 就让二哥把柜子里的开塞路拿给他 二哥问二叔要开塞路干什么 二叔问时就炸毛了 劈头爱脸的一顿臭骂道 臭小子 问那么多干嘛 让你拿 快点去拿就是了 快点快点 为了不挨打 二哥赶紧跑到堂屋 看到柜子上放着几个白色小瓶子 着急忙慌中 随便拿了一瓶就给二叔送去了 由于实在太困 二哥进屋后就蒙着头睡觉了 过了一会后 就听见二叔发出一声惊悚的惨叫 这一声叫得太大 全村的狗都跟着叫了起来 紧跟着二婶听见惨叫声 也从屋里跑出来查看 就见二叔弯着腰 一手捂着钉 一手扶着墙 满脸惊恐的站在那里 二婶没好气的骂道 乍半夜的不睡觉 站着你你叫个什么 就见二叔摇着头 永远次的说 啊 嚼 嚼 詹 啊 我的 啊 二婶听了半天 才听明白 当时就惊的说不出话了 二叔在村里的卫生院 待了三天才回来 不出意外 二叔回来后 二哥入场的一肥皮带炒肉 啊 啊